各车注意 立即转合为前三角队形 加速前进 海拔四千多米的高原某训练场 一场装甲步兵连进攻战斗演练激战震撼 红九连官兵驾驶某型步战车 绕开蓝军设置的重重障碍 快速向敌前沿发起冲击 成功抢占目标地域 参加演练的官兵中有六名即将退伍的老兵 战斗结束后 联队在战车前举行退伍老兵向红色编号告别仪式 在红九连 每名战士都拥有一串特殊的红色编号 它不仅记录着姓名 更承载着联队的红色基因 即便老兵退伍 他们的名字和事迹 也将同红色编号一起 永远留在联队的荣誉室 联队党支部始终把红色编号背后的战斗故事 英模人物 荣誉称号等红色资源 作为教育官兵更续红色血脉 培育战斗精神的传家宝 我屡历史厚重 战功卓著 红色资源丰富 教育形式多样 通过开展传承红色编号仪式教育 创新谈心交心活动 寻讲旅史红色故事会 编排文艺情景教育课等教育活动为牵引 使红色血脉在官兵之中不断传承 类化于心 外化于心 正是有了红色血脉的更续传承 才孕育出官兵砥礼忠诚的坚定信仰 在这个旅的另一支荣誉连队 尊干爱兵模范连 有一个曾在抗美援朝战场 屡见齐功的工程车组 806工程车 如今 当年的806工程车 早已换装为新型轮式装甲步兵战车 如何推动连队转型建设 形成强大战斗力 是官兵们面临的新挑战 我身旁是连队官兵 自发设计的两个文化雕塑 左边这个是806工程车的模型车 右边这个是我们现在使用的不战车 这幅照片是当时毛主席 亲切接见车组成员时的照片 荣誉在战场上铸就 也在战场上传承 一代代806工程车车组官兵 在一次次大项任务比武考核前 展露身手 摘金夺盈 改革转型这几年 连队从摩托化步兵 迅速转型成为装甲步兵 面对没有经验可雄的实际 很多老坦克兵主动担当 带着步兵专业出身的骨干 从领起步攻坚克兰 可以说是一代代806工程车 传承下来的战斗精神 激励着全联官兵 不断克服控难 完成任务奉勇前行 这个旅从单一兵种转型成为合成部队以来 上高原走戈壁 参与大项任务的锤炼 全旅官兵积极探索战法训法 距离实现战斗力体质增效 如今官兵把红色基因融入练兵备战 用实际行动践行打赢使命 在一次次极难险中任务中 锤炼圆圣战刀锋 面对部队转型建设的时代大考 官民们始终坚持 铁心跟党走的忠诚信仰 在根据红色血脉中 加强战斗精神培育 把对红色基因的传承发扬 转化为投身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 无论是洪水编号背后存在的英雄故事 还是806工程车代代传承的战斗精神 都是我们奋用前进的精神动力 激励着全体官兵敢打必胜 攻坚克兰 在新时代奋斗强军的新征程中 勇意前行